大家好,这里是水水千万山班 那今天来玩游戏叫做Alberti 那它也是一个demo版 其实它到底怎么玩呢 我也不懂 但是应该是要两边一样吧 我想 好特别的游戏 感觉很像那种以前我们会去算那种大大小小的东西 应该这样 然后这样之后 这样对吗 这样 也是用点击的方式让它们都旋转这样 OKOK 可以再试试看 所以以它的概念呢就是要先 一层黑 诶 诶,啊这样就过了啊,何必咧 嗯 有的时候这种就是对称的几何方块其实有还蛮好看的 但是它让我,我要思考一下它是谁 这东西可以旋转吗 可以 嗯 嗯 哦 我只是先试试看,这边要在意啊 oh my don't my 一個只能用一次的概念囉 因為他在上面好像也沒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其實意思不是這樣其實是黑色 嗯 這樣呢 反邊了反邊了 嗯 完了我居然這種遊戲我居然 我或多或少是個大笨蛋 很小不對他的概念應該是 這一個之後再加這個吧 本來是這樣喔 那其他方形其實都是在誤解 讓我想盡辦法誤會囉 好啦 那我想想這一次的話 這邊 然後 1 2 我好混乱啊 如果有勾勾的话就知道可以这样玩 可是我现在不是要这个 这样是不是很好看啊 这也蛮好看可是也不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去除 去除一个 然后啊 原来是这个去除一个大脚 那现在是不对 答对了 难道其实都只有两个就可以过关吗 我也蛮有疑惑的 我不是只有疑惑了我是迷茫 好啦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是只有两个 就可以过关的东西 应该不是吧 补看起来是可以的 哦好像有点理解 而且他好考验那个加跟减加跟减的概念 这些是什么 哦 哦 所以先加你 然后再加你 倒过来 咪 咪 咪 诶 我一边感觉是对的 嘿嘿搞到这玩出的对称但是也不是这个 我想一下啊这个是大边 我先把它都关起来 这个是大的 所以这边是这个没错 等一下他有可能是这边有可能是这边 所以能够局限于上面 你看他是这样 然后这里 是个 大方块 那是减去一小部分 不对 不对 这里又可以被收 像這樣 這樣 可是這裡是不是太大了 這樣 中間這是不是差了一點 也不是永遠的兩個 這真的好厲害 到底是什麼樣子才可以想出這樣的遊戲 其實只有這四個東西可以去做搭配 而且只能一次只能有一個 的情況下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要正中間是空的 先把它都收起來 你是這個嗎 這裡 我這裡其實都有可能 可是我們先假設就是 這樣好了 就是現在這個模樣 可是這裡要是空 這裡要是空 這裡要是空的 這樣 唉唷這個真的有難捏 不得不再 repeat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它有難度 我真的覺得它有難度 敘述到別人的地方也不對 你這樣是要怎麼處理 這樣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 這邊有難度 我們現在是 我卡关机卡的好死哦我的天 这样 嗯不对啊中间是要个空心 中间是要个空心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难哦我的天 他到底有几关我可以偷偷看一下吗 我们偷瞄一下就好了 要怎么出去 没有办法继续哦 出来都再也回不去了哈哈哈 哎呀这算是一种强迫停下来 不是乌克兰的意思吗 没有跳出来 好 看来是强制让就是不算强制了总之就是我找不到回去的回去的路所以就就停在这吧 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影片那他毕竟还是demo版还没有算还没上市 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等他上市之后可以再下载来玩玩看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了 所以说是先不要上班 谢谢今天的观看谢谢啊 这下一个眼睛 乌克兰的